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美国失去其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席位毫不奇怪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多行不义失道寡助的必然结果 挥舞人权大棒的美国在世界上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 周杰同时也指出尽管面临落选的失败和尴尬 但是美国今后还是会在其他场合继续其借人权幌子推行霸权主义的行径 对此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保持应有的警惕 连日来世界各地舆论纷纷就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落选仪式发表评论 认为这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惩罚 是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香港媒体五号纷纷发表社评特稿和署名文章指出 美国的落选是自食其果是失道寡助的必然结果 香港文汇报的社评说一直以人权法 中方人员在查看时向美方介绍了中方就撞击事件 对美机的调查结果 美方对中方在查看过程中所给予的协助表示感谢 据悉美方人员已经在查看结束后 于5号离开中国 双方将就最终解决美方飞机的处理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伤害 第四届亚欧国际论坛5月4号在德国柏林开幕 请看本台记者就此发回的报道 第四届亚欧国际论坛于当地时间5月4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 参加此次论坛的代表主要讨论了亚洲经济发展前景 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亚欧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问题 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近100名代表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第四届亚欧国际论坛 第一天的议题是亚洲经济的复苏和在新的经济形势中的机遇 中央政策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硬在发言中指出 在群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 地区性的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亚洲经济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正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 东亚各国应在加强本地区经济合作的同时 扩大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这个亚洲出口第二大市场的合作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深化经济改革 中国将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方面看 欧洲和亚洲都互相依靠 因此欧洲国家有着浓厚的兴趣 与亚洲各国进行政治对话 经济合作及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 每年一度的亚欧国际论坛于1998年在新加坡首次举行 旨在通过对话与交流 谋求亚欧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的合作与发展 中央台记者从德国发回的报道 在五一长假里 北京热闹的地方除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外 还有中国科技馆 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感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 更可以在观赏中了解世界是由何而来 在轻松休闲中学习科技知识 在中国科技馆的入口大厅里 由机器人组成的庞大乐队 每天都在这里奏向迎宾曲 引得众人驻足为宽 中国科技馆是中国国家综合性的科技博物馆 其中刚建成一年的二号展厅占地两万多平方米 节日里不少家长都带上他们的孩子 来此感受现代科技的神奇 在六百多个代表中国古代和当今科技发展的尖端产品里 有不少是可以让观众亲自动手操作的 科技馆里的科技隧道 还能够让参观者了解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在这里观众可以通过影视等多媒体技术 在德国科学家创造的虚拟世界里 看看宇宙是如何运动的 生命又是怎样启瞒的 书本上的知识是平面的 没有像这个展览这么立体 因为这个是活灵活现的给我们呈现在眼前了 来自科技馆的统计 从五一开始五天的时间已经有七万多人光顾了这里 七天长假科技馆的参观者将突破十万人次 中央台记得报道 结合今年五一长假推出的北京首届中外家用轿车大会展 近来又一次掀起了人们的看车购车热 这也使得今年北京市民在假日休闲期间 除了旅游逛商场之外 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专门为五一长假推出的北京首届中外家用轿车大会展 从28号开幕以来 每天的参观者都超过千余人 许多人觉得利用节假日举家逛车展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去一些风景去一些的人也特别多 所以这看看车市 中国北方车辆公司综合部主任杨玉婷告诉记者 将此次会展放在五一节期间 就是想把假日经济同汽车销售有效的结合起来 据了解此次参展的中外家用轿车 近30个品牌 价位从5万元到40万元不等 其中既包括桑塔纳 捷达 富康 帕萨特 夏利2000等 几次车展频频亮相的国产车 还包括甲壳虫 奔驰 沃尔沃等世界顶级品牌的轿车 尽管众多品牌的家用车同台展示 但是消费者还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国产的 捷达 富康 桑塔纳这老三款上 开展几天来 这三种品牌的轿车每天的销售量达到20多辆 这个数字是五一节前每天销售量的两三倍 中央台记者报道 而在上海一些在线30年代上海风貌的老街 五一期间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成为都市旅游的新亮点 上海城市规划馆地下的老街长不过50米 却浓缩了二三十年代上海英式 法式 西班牙 日本等多种风情的代表建筑 还揉进了上海民居的代表作石库门里弄 游客们饶有兴趣地在老式游轨电车前拍照留念 感受一下上海的沧桑巨变 而在上海的老城乡玉园 同样有一条风味独特的老街 游人们身在其中能够感受到 旧市农历五月五 鼓角声中换彩游的热闹场景 日趋火爆的都市旅游市场 显示了上海都市旅游观光产业的魅力和潜力 据有关部门统计 五一黄金周期间到上海旅游观光的游客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四分之一 达到了150万人次 东方台记者报道 在安徽以云海而著称的黄山和佛教圣地九华山等景区 也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 来看报道 仅四号议题 广西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天坑群 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是很有希望的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开始了申报前的准备工作 广西乐业天坑群位于广西百色地区 它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规模最大的天坑群 近日中外科考探险队对该地区进行了全面科学考察表明 已发现的喀斯特大漏斗 也就是当地所说的天坑数量为22个 几乎囊括了各种类型的天坑和溶洞的景观 其中大视为天坑高度为世界第二 坑内原始森林面积世界第一 整个天坑群基本都有地下溶洞和地下暗河 而所有的地下暗河又都相互连接 构成了世界上最长的地下暗河系统 这些独特的地质地貌以及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 都具有极高的科考探险价值 专家认为该地区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标准 是一处具有特殊生态系统和生物的多样性 并且还未遭到人类破坏的纯自然景观 这个天坑群我看了就一个就是它的群规模很大 是一个天坑群 这个世界上我看到的材料里头是很少有的 另外这个天坑群的这个特殊的环境 那么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 那么这个生态系统内容也是很丰富的 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当骑步走 讲的是15岁的山区小女孩安小花 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都市 却因同来的老师生病 不得不靠给人家打中电弓挣钱为老师治病 于是安小花和城市里的孩子 在思想道德和行为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一二三七步走 抓住当代儿童成长中遇到的问题 全剧采用戏内戏外大家共同参与的形式 在儿童中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孩子在观看滑稽戏中 常常随着剧情的变化忘情的参与其中 好 爱比一通过 周强强再次当学校组长 滑稽戏是流传于中国长江南部一带 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 苏州滑稽剧团是一个有着多年历史的剧团 当年他们排演的满意不满意和小小得月楼 曾经影响了中国一代人 中央台记得报道 近日部分文物专家在对北京军官长城景区中的 元代实质建筑云台进行发掘性考察后认为 这座建筑具有较高的石刻艺术价值 云台原名过街塔为汉白玉十条契城 建于1342年 距今已经有660年的历史 是国务院1961年确定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宝 他们通过对你继续续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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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